好的,这里就是东南亚服的官网,那么明天就是东南亚的全景版本,然后不出意外,明天就是第四个无转技能的开放之日,然后这里都有列出他们的威斯技能, 其中有一个点值得关注,就是冒险家龙的传人,这里没有列出他的威斯技能,然后就是战国系列小只镇的两个职业,那名字也出来了, Tachiyon Slash,然后Kana是Fenton Yaksha Big Box,它这两个技能在之前的演示当中也是看到过了,然后就是东南亚是没有零之零的,然后后面也提了一些QOL改进, 比如说这些,泰尼布里斯地图的怪物效率,改善了嘛,然后就是神之字,重新开放,可以,现在到时候就可以创建了, 他说,在2021年1月19日之前,也是可以创建了,但是,龙的传人就要关了,就不能创建了, 但是你如果说在零年之前,趁着时间登录,去看一下,还是有机会的,然后就是,你明天更新完之后就可以去转值,转着拿你的那个booster或者是台风, 然后Quality of life,这个背包,背包蓝,首先是那个间隔变大,然后就是,现金道具,将会从装备蓝分离开来,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装备的标签,就是这个DECO, DECO,DECO,DECORATION,DECORATIVE,这个,这个标签,然后就是拍卖,拍卖有一些改进就是,它会新增一些分类, 然后有一些信息, 它会显示 道具的数量,这样子,然后 然后,Level range search drop menu,它会包括这个100,160,200,这些东西,然后联盟,联盟的改进,联盟, 它就点击的时候,可以激活这个 放置的方块,确认按钮可以添加,然后点击按钮的时候, 点击按钮这个方块,会被取消选择,然后放置在这个板上,之类的, 第二个是活动方面,第一个就是,龙的船人,它有自由转值,它是要求你,这个龙的船人先达到四转,然后就可以选择,选择,选择,选择船长,冲锋队长,或者是火炮手,而且你只能选择这三个, 然后的话,它一告诉你,你所装备的这些武器,辅助武器,还有文章,会自动转化,然后没有装备的这些武器,还有文章是不会被转化的, 然后只能够转移什么呢,法弗纳,艾斯莱布斯,还有,神秘主义,然后是,只有四转的,还有,这个, Princess No,那个,农机,农机,还有这个,黑色套装,藏宝套装,的这个,辅助武器,会被转化,然后是文章,文章可以,变成这个金色,冒恩斗,那枫叶文章,就是你做剧情,那个, any potential spell trace that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new weapon,就是它这个潜能,还有你咒语所添加的这些属性,会自动转移到这个武器上面,额外的属性,就是火花,会,也会转移,转移过去, Tradability of the original item will be retained 然后,这个,原本,你能交易,它就会可以交易,不能交易,就不能交易,然后的话,转值的话,还会有一些,奖励,假如你的等级,199以下,它会送你一个超级豆人,也超级豆人这样子,它是199,封顶,然后,你如果高于200,它会送你一个超级豆人,这样子,它是199,封顶,然后,你如果高于200,它会送你一个超级豆人,这样子,它是199,封顶, 一个台风,然后,参与这次活动的,会获得20个,可以,叫什么,怪异魔方,还有三个强大魔火,强大灵犯火焰,就是不可交易,然后,七天七现,然后,成功转值的,会获得一个更名券,也是不可交易,七天, 这些限制,下面就是那个联盟,竞技场,联盟竞技场,还在另一篇,那个, highlight里面,等会再说,后面就是一些,觉醒,觉醒的活动了,他们这次是有,斗燃的,但是他们没有,斗燃世界, 他们这次是,11月11日到12月15日,Tera Benny,然后,它的限制,是,神之子还有龙的船人不能参与,以往的话,是神之子不能参与,现在是加上龙船, 然后,它,不仅是达到,200机,你往上练,它也是有奖励,200机是20个,核心宝石,20个,核心宝石,205,20个,核心宝石,加,两个,经验核心宝石,210是,50个,核心宝石,加,三个,经验核心宝石,然后,后面, 后面都是,觉醒商活动了吧,觉醒商活动都是很常规的一些,做美日的东西,但是有一点,龙的船人不能参与这次活动,所以龙的船人是挺可惜的。 后面,基本上,你到一个阶段,就会慢慢了解这个活动了,它是一个积分活动了,每一次都这样,它是上线,固定300个硬币, 从头到尾都是300个,然后周六是日,周日,周日是双倍,周日是双倍,然后它有一个,这幅,就你要去,你要去投入,你这个,每天投入200个硬币,然后漫暗的话,它会,一张一张卷轴给你解缝, 它前面这个,是有那个,是有那个宠物的,然后是,上面有三瓶成长密钥,中间就是一个戒指,这个戒指,我觉得可以弄一下,然后就是,里面专属的一些卷轴,最后是一个, 15星,最后也是,也是有个成长密钥,然后一个,新智力抢完卷轴,好像15星,还是17星,最后,你解缝完,最后送你一个称号, 它们,它们分了这四阶段了, 最开始,11月11日,第二章,18日,第二章,25日,然后第三章,12月2日, 啊,这,这是套装,不是宠物,这套装,因为它们当时,是端午节,刚好是端午节的时候,所以它起服装,就是,你看它竹子, 然后民政,然后这个,和武术的一些服装,然后是, 就是他有一个站街的地图 就你要买那椅子然后在那站就会获得 你今天只要有点数 他那个硬币商店应该是不会有变动的 decorative 装饰 我记得一共有七个硬币商店 我们这一个单元皮肤 我觉得可以弄一下 然后金币商店 听说他们这金币商店价格比韩服要贵三倍 但我按但是就先不看对别了 有个Fairy Royce 然后那个竹子商店 便不设就是竹苗竹笋 竹笋商店 就是你弄满你每天的硬币之后 你就会获得一个bambu式 一个竹笋 然后周日是两个 然后有一个觉醒山的训练场 就是你最多可以拿130个硬币 而且它是150个 就是它不记在你的每日上 不记在你的上线里面 也就是说理论上 你最多一天是450个 这个应该就是打怪 获得硬币的一个方式 就是它有一个笛子 然后它它就会自动这个收集 硬币 枪弓锁 这也是枪弓锁 extra training 额外训练 额外训练 然后小游戏 石头剪刀布 冰果游戏 还有那个解密游戏 最后是周日冒险道 那么第15号 这个符文 然后连锯击杀球 三倍 就稍微适合练及一下 特别是符文 符文你有三倍经验的时候 真的是还是挺好 然后就保罗普利托 如果你 如果你 如果你进的是 普利托 他那个 他挺好 保罗普利托 里面怪物应该也会两倍经验的 然后火焰狼 特别是小号 他经验本来就够多 参与一次 就直接升个半级 升一级之类 也挺好 而且火焰狼 如果你 那个服务器人够多的话 进去那个狼死了 然后你那个经验值也差不多 直接升一级 然后如果你 等级高一点的话 其实差不多 百分之几 那经验值挺多 特别好 10月29日 咒语减半 能力 内在能力 重置费用50 百分之50 然后 12月6日 心之力 三成 然后 三倍经验值 券三个 哇 这个很适合链接 然后 12月13日 怪物物公园 他的经验值 通关经验值 加50% 送一个 极限成长庙 还不错 最后 这个就是联盟竞验场的这个说明 然后 龙的船人还是不能参加 所以 龙的船人已经有好多限制了这一次 一个是没有威斯 一个你参与不了决定版本活动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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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有那些 自由 自由转职的一些活动 基本上 赶紧走的意思 这联盟竞验场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 将你自己的角色匹配上去 匹配五个人 再匹配别人家的五个人 然后自动 自动 战斗 你是完全不需要自己操作的 完全是AI操作 然后 然后 他的胜质 五 五局三胜 率先完成三次胜利的 就那个人就是赢了 然后他有一个排名 排名奖励 你整个服务器当中的排名 决定了你 能够拿到什么样的奖励 就这样 很简单的一个活动 然后的话 基本上 取决于胜负的 就是等级 就没有任何因素了 当然 我也见过有些人 200级的 200多级赢了230级的人 这个案例很 基本上很少见 当然我也见过 极端情况下 低等级赢了高等级的那些 很少见到 然后 然后他还有一些 辅助的一些 NPC或者是武器 这些效果 其实 他虽然详细列了很多 但是你体验上是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他有一个排名 你世界排名 你世界排名就决定了你能拿到什么样的奖励 然后每日赢的话 他有这些奖励 他有这些奖励 有这个双倍经验值券 100个7分 你里程 里程 然后你累计胜利 也有奖励 有30个选择性审命维章 还有这个伤害皮肤 这些奖励 还有这个奖励 三个经验和宝石 150个选择性神秘徽章 一个台风 然后椅子称号 第2到第10名 这个50万底用 三个经验和宝石 150个选择性神秘徽章 一个台风 椅子称号 然后11到50 10万底用 三个经验和宝石 150个选择性神秘徽章 一个台风 椅子加称号 50到100 是10万底用 三个经验和宝石 150个选择性神秘徽章 一个台风 椅子 还有称号 然后是 前3%到101名 三个经验和宝石 150个选择性神秘徽章 一个台风 还有椅子称号 前20%到前4%的 是两个经验 是10% 100个选择性神秘徽章 100个选择性神秘徽章 一个台风 还有称号 前40%到前21% 一个经验和宝石 50个选择性神秘徽章 一个台风 很简单 很简单 类似 类似于 类似于 不秀 不秀 高尔根 或者是 地平线的活动 就是一个世界排名 一个 一个 活动 很简单 然后 这只是 199版本 这些东西 他们应该会 还会有一个版本 到后面 就应该是 塞拉斯 这一次 他们还是会分两个版本 来 然后 预计 他们 他们 会到 2月 或者是 3月 就结束 这个 觉醒版本 那么 这一个 更新日誌 先看到这里 然后 我们会等到 18日 等国际服务 看他们是 怎么 弄这些活动 18日 再看一下 国际服务